妳感覺很多問題想問耶 對 因為我老公 他其實就是一個 什麼都不會說的人 所以常常 我其實對他人生 有很多的疑問 是 我先幫你問一題 好 你幫我問一題 豪哥在健身房 會不會亂把妹 這個問題超好 因為他是教練 我跟你講 只有女生會有 只有女生會問這個就是有了 沒有 我先問你們嘛 因為他們健身房 教練跟學員 本來就很容易有接觸 我跟你講 其實男生看男生 一眼就知道他在教課 還是在把妹 還是在寒暄 還是在拉業務 男生一看就知道 就如果真的要來講這一題的話 變胖 跟沒工作 你頭髮會流得跟阿龐哥一樣長喔 對啊 阿翠是阿翠 沒有 你幹嘛戳他 沒有啦 我覺得 他的確是很認真在教女生 或教男生學員 健身這件事情 對啊 因為畢竟他是一個 說二 沒有人敢說是第一 他說是第二 沒人敢說 沒人敢說 你幹嘛 你知道剛剛 最太高的結巴的感覺嗎 你知道我在那邊的感覺 也會這樣子喔 曾無錫 好好講話喔 他其實常常教我 教到一半就 人就不見了 但是我看他在教女學員 他從來沒有離開過 喔 離開過 用這個來分辨 是不是 他就真的是滿認真在教 我覺得這個位置都會走心到走剩 對啊 對啊 OK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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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我比較常看到的狀況 基本上是婚前 喔 對 那婚後變成另外一種狀況 欸 什麼狀況 就是譬如說 今天有別的女藝人或是模特兒 要來健身嘛對不對 那 會出來進來說 欸 那豪哥你要帶我上課嗎 你就會看到豪哥這樣 然後就會跟旁邊的 另外一個教練說 是這樣子的 他會抵擋誘惑 他會抵擋誘惑 後面這段剪掉 他真的會抵擋 他會抵擋 然後只是說你還是看得出來 他前面有那麼一絲 心仰 也許想要教一下 但可他知道自己的身分是不行的 OK